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两个话题 2022年度的国防战略报告 核态势审议报告 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三大防务报告 的解密版就一次过发布了 内媒认为这三个报告有6点 是值得大家警惕的 我们稍后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个话题我会说 日本的传媒报道 美国对乌军的援助 会危及美军自身的武器库存 专家说会影响美军的战斗力 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讲第一个话题 美国2022年度的三大防务报告 即国防战略报告 核态势审议报告 以及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的机密版 在今年3月 交给美国国会 进行了漫长的审查 之后 日前 终于对外公布了解密版 虽然只是解密版 但从中我们都能够大致看出 美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未来的方向 这个82个报告可以说 信息量非常之大 报告中有6个提点 有些专家认为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第一 报告说到要将中国列为首要的威胁 报告开篇立即是承认 五角大楼将会推行 聚焦中国的国防战量 强调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了全面而且严峻的挑战 实际上是将中国定性为首要的安全威胁 俄罗斯 被这个报告界定为 严峻的威胁 位列第2位 美国不会因为军事援助乌克兰 而偏离了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重心 因此 美军的任务 是被定义为有4点 第1 保卫美国本土 应对中国 构成不断增长的全域的威胁 第2 要威胁对美国 和他盟友和伙伴国的战略打击 第3 要威胁侵略行动同时做好 必要时是赢得冲突的准备 优先应对的是中国在印太地区 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构成挑战 第4 是建立一个具有弹性的联合部队 是防务 生态的系统 第二点值得关注的是 报告说要大力加强美国的核武库的建设 而且 它拒绝提高 核武器的使用的门槛 核太世审议报告里面强调的是 保持战略核威胁 是五国大楼最重要的任务 声称到了2030年之前 美国将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 两个核大国作为战略竞争和潜在对手的局面 美国核武器的作用是 威胁战略打击 确保盟友伙伴国 一旦威胁失败的时候 将会赢得美国的目标 在2023年财政年度的军费预算里面 美国国防部是为了维护和升级核武器库 是准备了300亿美金 是专项的资金 做这件事 预计在未来这项费用将会持续上涨 在升级核武库的同时 美国在核武器使用的政策上 并没有像外界预期那样发生任何的变化 五角大楼在报告中宣布 经过认真评估之后 美国将会坚持 在面临非核打击的时候 仍然可以使用核武器 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 报告讲到要 扣建一体化威胁的体系 一个一体化威胁的体系 一体化威胁是 奥斯汀当他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提出的概念 所谓一体化就是要综合运用各种的力量 在军队的层面 要集成 绿海空天网等各种作战领域的力量 在各作战领域都要威胁对手 在政府层面 美国国防部并非是进行威胁的单一唯一部门 尤其是面临对手在灰色区域的行动的时候 正式不是打仗的时候 要实施全政府行动 在盟友的层面 美国不能单打独斗 必须要和盟友一起联手进行威胁 第四点说到 要通过索勢 行动去压迫对手 报告强调 美军未来将会提升行动能力 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来实现战略目标 这些是军事行动 包括了演习 训练 各行 军事部署等等 重点是要 针对最具后果的竞争者 他没有说明是谁 最具后果的竞争者 以寻求是索造竞争者的认知 令竞争者对自身的行为 能否达成目标产生怀疑 破坏竞争者作战能力的优势 同时同盟有一切 强化基础设施 后勤指挥控阵能力 分布式机能能力等等 同时美军将会加强全球军事的部署 在印太地区将会重点进行 关键军事基础的建设 在欧洲地区将会提升指挥控制 火力和关键赋能的因素 强化北约盟国作战能力 和提升威胁的后果 报告第五点说到 继续保持美军技术上的优势 报告认为 五角大楼当前实行的力量发展 力量设计和运行模式过于缓慢 而且采购武器系统装备 并未有效应对美军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需要进行徹底改革 美国国防部将会追求加快速的试验 快速的采购和快速的部署 第六点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 报告说美国要持续强化联盟的战略 报告强调和盟友密切合作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 需要和盟友集体应对挑战 在印太地区 美国将提升和日本的同盟关系 并在战略规划中以融合方式强化联合能力 深化和澳洲同盟的关系 加大大量力量的态势 互相操作性和多边合作上的投入 通过AUKUS、奥富斯和四边机制 推进和澳洲军事技术的合作转移 另外和印度深化合作 强化印度对中国的威胁能力 美国国防部将会支持 台湾军队建设不对称的防御能力 美国将与韩国共同提升防御能力 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升 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能力 同时美国在欧洲重点是关注提升 北弱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能力 这六点就是内媒认为 这个报告值得大家警惕的地方 好,现在我们讲第二个话题 根据日本传媒说到 因为美国对乌克兰军队的援助 其实会危及美军自身武器的库存 专家说或者会影响美军的战力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0月27日报道 他说到随着乌克兰冲突的长期化 遭遇武器库存急跌 不单是俄罗斯用了武器 就算是美国都用了很大部分的武器 他说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美国 也都面临一个同样武器库存下跌的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 由于压缩军费开支等等的原因 美国国防部的主要交易伙伴 现在减低到1990年代的十分之一 这也造成美国武器库存是告急的结构性因素 报道说10月12日美国防长奥斯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 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时 有大概50个国家国防部长参加了当日的会议 奥斯丁在会后向记者表示 他说在满足我国 即是美国自身安全需求的同时 我们将会盘活产业的基础 加速为乌克兰生产防御系统 持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美国 欧洲这些西方国家 已经开始和产业界扩大生产 展开讨论 以便及时可以补充他们的库存 奥斯丁的言论已经反映出各个国家的危机感 即是出于对未来库存见底的担忧 认为现在是有必要加强武器的生产体制 报道指出自从2月以来 美国承诺给乌克兰提供安全领域的商关援助 已经达到176亿美元 但其中部分武器要几年之后才可以交付 一方面摆出美国将会长期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姿态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眼下 其实美国是无法立即提供武器的事实 那报道说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 马克·坎西恩他就这么说 他说美国武器的库存 其中一些种类已经跌至满足计划和训练的必要最低限度 据他的分析 一旦乌克兰之外的地区发生冲突 美军的战斗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已曾经在乌克兰冲突初期 在可以阻断俄军向基辅进军的飙枪反坦克导弹为例 美国已将自己拥有的三分之一的飙枪导弹提供给乌克兰 要想恢复到冲突前的库存水平 似乎是需要几年的时间 那么榴弹炮的弹药也存在 不被削弱的战斗能力的情况已经接近到极限 即是再给乌克兰的话 开始自己的战斗力就会出现问题 射程80公里的高机动火箭炮海马斯一直缺货 现在海马斯已经成为乌克兰东部和南部 战斗激烈区域抵御俄军的主要装备 美国政府公开声称 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40套海马斯 但实际抵达前线的只有一半 有政府高官透露 余下的大概要等几年后才可以到 报导指出 导致美国在武器供应方面捉襟剑爪的原因之一 就是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政府削减了国防预算 市场环境的变化 也促使军工行业加速 优胜劣败去淘汰 重组经营 今年2月五国大楼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只剩下 洛克希德马丁 雷神通用动力 洛斯罗普格鲁曼 和波音五间公司 只是1990年的十分之一 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按赞 按赞 请不吝点赞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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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